小峰拍大轰炸记录面临投资困境 大规模时拍入掉几千公斤炸药 小峰拍大轰炸记录面临投资困境 大规模时拍入掉几千公斤炸药 大轰炸主创在发布会现场分享拍摄心得 片方公图 新京报快讯 记者周慧小婉日前宣布订到8月17日的电影大轰炸 今日6月17日在上海电影节举办新闻发布会 导演小峰携主演刘烨 宋承宪 陈伟霆 范伟 买苏 吴刚等出席 现场 主持人与主演以时空对话的形式 在线了大轰炸期间真实历史画面与平民英雄的故事 同时 导演也透露了电影拍摄一波 三折记录面临投资困境 现场 该片总编剧陈萍表示 重庆大轰炸 作为二战四大轰炸之一 虽然很多影视作品中有提及 但始终没有真正完整和详实的以电影的形式展现在公众面前 电影大轰炸则是首部以重庆大轰炸 为主线拍摄的电影 也是一部完全一小人物史乔讲述这段历史 在长达六年零十个月的轰炸中 他们用烟火器的日常生活践行着中华民族 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以及特有的乐观与坚强 两个多小时的片长 战机轰炸的场景几乎几分钟就有一场 萧峰透露 电影许多镜头在拍摄时都采用了实打实拍来完成 拍摄期间用表数网跟雷管 几千公斤炸药 2015年的拍摄 速度面对资方停止投资而濒临绝境 首次停止投资 我凭一己之力买下急需付款的两辆十轮卡当道具车 搭建主场景朝天门码头之时 投资方再次停止投资 使数百名致敬工人 无法开工 并不赋予的 我不顾一切 用自己的多年积蓄 定了上去 布鲁斯·威利斯乘坐私人飞机 从美国飞抵名波时 我们一千多人的剧组只剩一万五千元人民币苦苦的支撑 连布鲁斯·威利斯入住酒店的定金都付不了 导演肖峰表示 自2016年2月起 剧组就已无分文 断梁停吹 在随后压力重重的两年间 我经历了融资借款 抵押贷款 清仓股票 赎回投资基金 耗尽个人存款等一系列自毁程序 很快成为国内负债最多的导演 同时 朱创也对近日有关大轰炸的种种质疑作出回应 执行制片人王丁坦言 其实不像外界传言那样 拍摄过程中就不断遭遇很多现实问题 不仅面临天气 荡气等困扰 由于剧组拍摄资金时常不能按期到位 我们常常面临五米之吹的困境 4月19日导演生日那天发表的微博里可以看到 在进入后期制作时 由于资金链断裂 导演等主创不得已四处举债 才将电影制作完成 当时我们看了都泪流满面 现在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这个电影是我们的梦 是导演的命 还好这几年我们坚持下来了 超级别妙真感 暂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